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275章圣怒。 老板,让我把山雄的社团一窝端了吗?雷电沉默了片刻说。 不用,这件事我亲自去做。这样,让山雄死了。太便宜他了。 叶浩轩冷冷地说。告诉我山雄在哪里?我今天晚上会会他。 雷电将山雄的指发到叶浩轩的手机上。 叶浩轩目光冷冷地扫了那男人一眼。那男人惊恐地向后一说。哀求道,我也是受人指使的。是李俊指使人诱惑那女孩染上毒品的。 正蓝蓝的男朋友。是你。叶浩轩双目中,金光一青。 男人点点头。继续求道,我错了。我对不起他。求求你放过我吧。 叶浩轩突然一笑。他抓起男人的衣领道,你以为?我会放过你。 话音刚落。叶浩轩猛地提起男人的脑袋。重重地撞在电话亭上。 喷一声响。整个电话亭里,血花四溅。男人的脑袋上,多出一个大血洞。他软啪啪地倒在地上。 叶浩轩这一击,虽然不至于要了他的命。但他这辈子,都会成为植物人。 至于山雄。叶浩轩打算今天晚上好好的会会他。 至于李俊。叶浩轩已经做好了,让他感觉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。 他随手跟郑双双拔了一个电话。 浩轩。你在哪里?我听说你遭到袭击。你女朋友。受伤了。她还好吗?郑双双急急地问。 她没事。放心吧。叶浩轩淡淡地说。 对不起。都是因为我才弄成这样。真的对不起。这件事情。你不要管了好吗?让我独自去承受。 话筒里的郑双双几乎气不成声。 叶浩轩对他几乎有在造之恩。也是他心中唯一的男人。 他不想再因为自己的事情,拖累叶浩轩。 你都知道了。叶浩轩诧异地说。 刚才那个混蛋已经打电话向我说明了一切。 他还说,你要是敢再插手。 就。 就怎么样。叶浩轩贺道。 他说,他让你家破人亡。 还恐吓我要把我和妹妹卖到国外坐台。 我已经报警了。 如果警察抓不到山雄和他的犯罪证据。 我。 我今晚就去跟他同归于尽。 郑双双咬牙劫齿地说道。 他恨透了李俊这个卑鄙的小人。 我不同意你去那么做。 叶浩轩沉声道。 唐冰也好。 你也好。 都是我的女人。 如果我没有为你们遮风荡雨的能力。 我不配做你们的男人。 可是。 不要再可是了。 我告诉你。 你跟兰兰一起待在家里, 哪里也不要去。 不要分开。 你家有人保护你们。 不会有事的。 至于山雄。 我今晚就让他在清源消失。 李俊那个小人。 他对唐冰造成的伤害。 还有你和妹妹的伤害。 我会让他十倍还回来。 伤心欲绝。 甚至都想与李俊同归于尽的郑双双。 听了叶浩轩的话。 心中有种莫名的安定。 他迟疑了一下。 然后坚定地说, 好。 我听你的话。 你自己。 要小心。 要小心。 挂了电话。 叶浩轩回到了医院中。 你。 你是人是鬼。 在病房里,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糖静吃了一惊。 小叶。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? 唐老吃了一惊。 他都几乎要报警去找叶浩轩了。 毕竟这里是三楼。 叶浩轩从三楼一跃而下。 而且没了踪影。 他还以为大白天见鬼了。 没事。 只是看到了一个熟人。 叶浩轩冷笑道。 小叶。 等你状态好了, 再给唐冰看病吧。 唐老叹息道。 唐老。 你放心。 唐冰他没事的。 过了今晚。 我就会调整好状态。 叶浩轩定定地说。 唐老微微地点点头。 夜色渐渐地揭开了帷幕。 都市的夜生活, 不管在哪里都有糜烂的地方。 现实生活的压抑令生存, 在这个世上的人被感觉压力。 一到晚上。 压抑了一整天的人, 便在各种娱乐场所拼命地释放一天的压力。 郊外。 一个极大的别墅庄园中。 上演着血腥的一幕。 一间豪华的客厅中。 山雄坐在沙发上。 不管是在什么场合。 山雄总是一幅光着膀子。 露出那河面结实的肌肉, 以及那横七竖八的伤口。 在他面前摆着一个沙包。 有几个练拳脚的混混在拼命地对着沙袋猛击。 在沙袋的前方。 一个小混混跪在地上。 不停地发抖。 整个客厅中的气氛有些压抑。 李俊坐在山雄的一侧。 举着一杯红酒不停地喝着。 我说过。 不准私自在我的厂子里卖货。 你们不知道吗? 山雄突然将手中的酒杯狠狠地砸在其中一个小混混的脸上。 酒杯碎裂而开。 那小混混的脸上被滑得鲜血直流。 他不敢反抗。 只是颤抖这声音熊老大。 我不敢了。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我错了。 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 我不杀鸡井猴。 我山雄的话都不管用了。 换了。 山雄一挥手。 那几名正在打拳的小混混点点头。 扯着吊在屋顶上的沙袋扯下来。 丢在地上。 沙袋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。 掉落在地上。 另外一名拉开沙袋上的拉链。 在沙袋的里面赫然装着一个奄奄依稀的人。 熊老大。 饶命。 饶命。 我不敢了。 我真的不敢了。 小混混惨叫着。 一边的人无视他的惨叫。 按着小混混一把装进沙袋的袋子里。 两人提着沙袋掉在屋顶上。 沙袋中的小混混挣扎惨叫。 但随着几名拳手一拳一拳地打下去。 沙袋里渐渐没有了声息。 出来混。 总是要孩的。 山雄英策策地一笑。 舅舅。 那女人会来吗? 李俊放下手中的高脚杯问。 你特娘的能不能有点出息。 不就是个女人吗? 妈的。 为了这个女人,你让我费了多少精力。 现在好了。 请杀手请出来问题了。 警方如临大敌。 你让我的生意损失了多少。 山雄怒骂道。 舅舅。 我不是为了这个女人。 而是为了争一口气。 那个贱人,不是高傲吗? 我就是要把他骑在身下。 完够了之后,让他去卖。 李俊恶狠狠地说。 特妈的。 你小子这点志气,要是用到老子的路上就好了。 山雄拍了李俊脑袋一巴掌。